经济部长张家住才表态呢 希望工商界都能到核四场亲自参观 让公投的资讯更透明 而今天的马总统跟行政院长江一化 也接着向业界喊话 希望透过公投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为了河安及公投议题 行政院长江一化上午才拜会台联党团 彼此交换意见 下午就陪总统马英九出席 工商团体春节联谊会 针对政府维护河安立场 再对台下信心喊话 我在这里向各位保证的是 我们绝对不会让台湾发生 像日本福岛核灾那样的灾难 因此我们宁可牺牲 用几千亿所建造出来的一个核电厂 我们也绝对不容许 这个核电厂会产生对于我们国人 不管是多少的国人 身体方面所造成的威胁 强调非核家园是政府既定的努力方向 但面对可能的能源冲击 马总统也再度重申 现阶段最重要的是资讯透明化 呼吁各界透过公投做出正确决定 也希望不管是我们资深的先进 以及各位的员工都能够去了解这个问题 并且表达各位的看法 马江两人公开对业界动之以情 寻求支持 如今看来也有些成效 核四被废掉 那这个成本不得了 那你是不是要盖八个十个发电厂 那你八个十个发电厂摆到哪里去 未来电费调整的时候 因全国大小用户一体试用 如此每一位国民投下神圣的公投一票 才是负责任的一票 一边是能源问题 一边是河岸考量 两遭之间来回拉锯 在公投还没有结果之前 恐怕还有一番争论 右舰TV蓝用森王涵秋台北报道